南韓第二十屆总统大选9号正式开跑 民调领先的是两位主要候选人 共同民主党的李在明和国民力量党的尹锡悦 尹锡悦原本是检察总长 在参选这条路上可以算是政治素人 外界认为他的立场反中轻美 目前他在支持度上略胜李在明 面对在野的保守派猛攻 地方首长出身的李在明 则强调自身丰富的从政经验 打出政权安定论 两位总统候选人支持率不相上下 不过对外政策却大不同 政党落实轮替北韩问题以及美中外交政策可能将会大风吹 保守派的尹锡悦在国防安保和外交政策上对北韩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 坚定表示北韩必须达成完全并且可以受检验的无核化 来追求朝鲜半岛稳定的和平和安全 一旦确认无核化 不排除推动南北韩共同经济发展计划 而对美态度尹锡悦则认为要强化韩美同盟关系 一改过去文在寅政府矛盾的韩美关系 并推动南韩加入美日印澳Quad四方安全对话 而在对中方面尹锡悦呼吁南韩应该要逐渐降低对中国经济依赖的程度 并且想要突破与日本的关系 不再深陷过去历史伤痛 开始正视日韩问题并有效解决 而南韩人最关心的新冠病毒危机 尹锡悦聚焦新冠紧急救助计划 补助因为防疫政策损失惨重的中小企业 政权上更想重塑与民沟通的形象 计划将总统办公室迁出青瓦台 移至首尔中央政府厅 进步派的李在明则是将延续文在寅政府的韩半岛和平进程 分阶段性的追求朝鲜半岛无核化 并将韩美同盟发展成单纯的军事安保同盟 而对美中的态度 李在明巧妙的用灵活运用来形容外交政策上的包容性 并称国家利益最优先 将会适时运用美中之间的竞争来增进国家利益 虽然他似乎偏模糊性的战略 不过若是继承文在寅政府的政策 立场还是相对对中友好 防疫政策上 李在明除了针对自营业者进行全面性的支援 还有信用大赦免 调整债务结构 未来更将致力稳定取得疫苗药物 并支援国产疫苗的研发 掌握主导权 政权上李在明赞成修宪 将总统任期改成四年一任 并且可以连任的制度 还没预估本届大选总投票率 渴望来到八成 毕竟它象征着时代交替 南韩究竟是会延续文在寅时代 还是全面改朝换代 就看这次的选举结果 欢迎新闻图文君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欢迎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要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